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aid 歡迎你們再度回來動物園之星的遊戲啦 今天終於輪到我們這次更新的最後一隻讓人期待的動物 美洲豹 那在上一集我們已經養了螞蟻克星大石蟻獸 以及可愛的白面捲尾猴啊 那也發現到了大石蟻獸爸爸竟然會家暴大石蟻獸媽媽 那石蟻獸寶寶才出生沒多久就要面臨家庭失和的問題喔 那希望他能夠順利健康的長大啦 好的 那如果說你是喜歡這個系列的觀眾呢 別忘記先幫影片點個喜歡囉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呢 也記得幫Raid的頻道按個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Raid更新影片的動態啦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這次的壓軸動物美洲豹吧 那我們一樣要先來看一下美洲豹的圖鑑介紹喔 對來看一下他是一隻什麼樣子的動物 欸這邊 美洲豹 那美洲豹呢目前是近為物種 野生的群體數量呢目前是六萬四千隻喔 還算蠻多隻的啦 那他是一種棲息在南美洲、中美洲 還有墨西哥的大型貓科動物 那他們是可以在多種環境當中存活喔 但是偏好出沒是在沼澤和河邊的茂密森林當中啊 而他們跟其他的大型貓科相比呢 體格較為結實 就看起來比較壯啊 那平均是可以達到五十六到九十六公斤重喔 然後身長是一百一十二至一百八十五公分 哇那這樣看真的還蠻大隻的耶 那盡管美洲豹目前並不是冰圍物種 但是他的數量呢也日漸減少 已經接近了靜圍狀態喔 那也是因為森林爛伐導致棲地減少啊 再加上他們會捕食牲畜 就是可能會去吃雞啊、牛啊、羊啊 所以他們會跟養殖這些動物的人類有衝突啊 那另外呢還有購買他們的毛皮 還有身體部位的風氣上存 購買身體部位呢是為了製作傳統藥材 就是像中藥啊 不過近數十年來這種情況已經大幅度減少了 就是為了保障我們的野生的美洲豹的數量啊 對啊以前就會看到很多什麼動物的什麼部位 可以拿來做中藥材啊 就會去殺掉他們啊 對啊不過還好 現在這個觀念已經漸漸去改善了 對啊那小知識的部分呢 我來看一下喔 那我來看一下哪一個大家比較有興趣喔 啊這個這個這個 小知識3 所謂的黑豹其實就是在少數情形下 毛皮產生變異的美洲豹 沒錯這樣大家應該就了解吧 他就是屬於那種黑化的物種啊 對啊然後還有什麼 美洲豹的咬合力十分驚人喔 甚至可以咬碎龜殼 那在貓科動物當中呢 他們的咬合力與體型的比例是最高的 跟雲豹不分上下喔 喔原來雲豹這麼厲害是不是 還蠻可惜的 目前這款遊戲當中還沒有收錄雲豹啊 那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得到啊 那我們就把美洲豹養在這個區塊吧 對啊把這次更新的動物呢都是養在這個區域啊 這樣遊客走過來就會知道說 喔這邊是這次更新的南美洲動物區啊 所以我們就來吧 我想要讓他住在地形比較低的地方喔 讓遊客是從高處往下看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先來挖一個地形吧 那我們土地呢是下陷的狀態 對先大概挖一下 後面再來慢慢調整喔 完成囉我們美洲豹居住的環境啦 那因為剛才我們在圖鑑當中有看到 就是美洲豹是要居住在可能河邊 或是沼澤邊的茂密森林當中嘛 所以這個園區的植物呢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Red還弄了一個這樣殘破的建築 比較有南美洲的氣息有沒有 然後還有這邊我們的美洲豹呢 只要從這邊走進去 就可以走到他們睡覺的環境喔 對他們是睡在這個洞窟底下 就不會被遊客給打擾到 而且又可以很隱密的睡在裡面 安全安心 好不好 然後 欸這邊就是一個小瀑布 他們就可以在那邊玩水啊喝水 對然後這個水都不會太深 都淺淺的 不像我們上一集大石宇宙他們家的那個水非常的深喔 美洲豹家的水呢就是淺淺的 而且從這個角度看有沒有 很像彷彿自身在那種南美叢林當中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就趕快來去交易市場 來去買個美洲豹回來喔 哇你看看 美洲豹都還沒來啊 遊客就越來越多了 看他們也跟各位觀眾一樣非常期待這一次美洲豹的登場喔 超多人的 欸來了來了來了 我們的員工抱著神奇小香香 奮力的向前衝喔 就是為了滿足各位想要看到美洲豹的心情啊 這一次最後一隻 壓軸動物美洲豹登場 呦呼 好帥喔 這隻看起來應該就是公的 對公的美洲豹 那他要去哪裡 這麼急著 喔他要爬樹啊 我們的美洲豹是會爬樹的 一開始就是要秀一波給觀眾看啊 呦呼 欸等一下等一下 他該不會是要跳出去吧 欸不要啊他跳出去了 唉唷我忘記把圍牆拉高了 可惡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把這圍牆調整一下 對啊我還特地把這圍牆加了那個防爬護欄 但是沒有用 他們是直接用跳 欸他跳回去了 他跳回去了 好趁現在趁現在 趁現在跳回去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圍牆給拉高一點 不要讓他們往外跳 因為這款遊戲 他並沒有做到說 動物會去危害遊客啊 因為動物只要跑出去遊客 就跑得比動物還快 都沒辦法傷到遊客 不好玩 所以還是只能把圍牆給拉高了 欸這樣就好了 這樣圍牆這麼高 你們應該就跳不出去了吧 對啊 都忘記他們是可以跳出去的 可是他們可不可以透過爬樹 這樣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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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之後 然後沿著這個樹枝這樣跳出去啊 這款遊戲有做到這麼精細嗎 可以靠爬樹然後沿著樹枝跳出去這樣 欸他要玩箱子 他要玩箱子 好可愛喔 被箱子嚇到 我覺得官方應該還有在設置一樣東西 給我們的梅洲豹 就是那種貓草有沒有 就是只要加一點貓草呢 他就會發出那種呼嚕呼嚕的聲音 對啊因為梅洲豹的聲音 是比較低沉的 像是那種引擎發動的聲音 其實聽那種貓咪低頻的呼嚕聲啊 還蠻好入睡的 對啊如果有的話 開玩笑 瑞德的影片還可以拿來自失眠 咧 喔他們要交配生寶寶了 好快喔 才把他們帶來這邊沒多久 他就懷孕啦 那這可以生出讓人期待的梅洲豹寶寶 啊 差點忘記了 這次更新呢 還有一種物種 瑞德之前有說要養 所以突然想起來 我們是要把他養在爬蟲館的 那趁著美洲豹寶寶還沒出生的時候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他就是我們的紅眼樹蛙 沒有錯 那紅眼樹蛙呢 目前是無為的狀態 然後他野生群體數量不明喔 不過我知道看瑞德動物園之星的觀眾 有一些他真的很喜歡看蛇啊 看烏龜 看青蛙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要養他啦 紅眼樹蛙 那我們先趕快去交易市場看一下 要求展示動物 紅眼樹蛙 放在這裡面 欸 來看一下在哪裡 紅眼樹蛙 在哪裡 每次養這種爬蟲動物啊 看了我眼睛都快脫窗了 對啊 都看不到在哪裡欸 在哪裡啊 我真的找不到欸 你看我們弄一弄美洲豹快生了 可惡 我還沒找到紅眼樹蛙 有嗎有看到嗎各位觀眾 可惡不行 我一定要先找到紅眼樹蛙再去看美洲豹寶寶 找到了在這裡啦 牠們不在樹上 牠們藏在葉子上 好可愛喔 而且牠身上還帶一點藍色欸 感覺超可愛的 只可惜的是 爬蟲館的動物基本上都是定點不動啦 對啊 不像外面野外的動物可以跑來跑去 牠們都維持在定點不動 只能夠這樣觀賞牠們 揉眼睛愛捆了 阿打哈欠牠真的想睡覺了 好可愛喔 好想要摸摸牠喔 好這就是我們紅眼樹蛙 牠藏在這邊呢 相信其他的遊客應該找不到牠吧 畢竟遊客是從這個方向看 牠可能在那邊探頭探腦都看不到我們紅眼樹蛙在哪裡 沒關係 就讓牠們在這邊平安的生活吧 接下來就是要來去看我們的美洲豹寶寶的 美洲豹寶寶在哪裡 喔在這裡在這裡 哇兩隻兩隻 喔好可愛喔天啊 哇 大塊朵頤啊 眼前就是一個大肉塊這樣吃的好爽 喔牠現在在禮貌 好可愛喔 咬手搜 目前為止 Red動物園之星已經看過這麼多種的貓科動物阿 不知道各位觀眾比較喜歡哪一種喔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次的美洲豹阿 而且不知道之後有沒有機會可以培養出黑化的美洲豹 就真的是養出一隻黑豹阿 如果說你們也很期待黑豹的生長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啦 Red會想盡辦法去培養出 我敢打Forever的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動物園之星更新的動物們啦 有大洋駝 美洲豹 大石以獸 白面捲蟻猴 以及紅眼樹蛙 這五種動物 那也非常期待之後動物園之星還會再推出什麼樣的物種喔 但是在這之前拜託 更新一點新玩具吧 動物快悶死了 我都玩一樣的東西 好啦那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今天動物園之星都先到這邊暫時告一段落 別忘了幫影片點個喜歡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給Red一點支持囉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然後再評分補一下 你們聊一邊 全部全部都會給你們 by bwd6